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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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课程主编陈薛如 那今天呢 何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分享主题哈 就是咱们今天在PPT上会展示的 如何看懂价格信号 那在过去两个月的学习中哈 何刚老师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十一本书 大家还记得主要讲了哪些内容吗 我先简要带大家复习一下哈 首先呢 何刚老师给我们讲了 就是这十一本书我们得到第一个基本共识呢 那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 自由贸易会不会过时了这个话题啊 那我们得到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 自由贸易不会过时 因为推动自由贸易向更加公平的这个情况去发展呢 是咱们这个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 那再比如关于第二个 我们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个主题的讨论 那逆全球化呢 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所以说不管是从中长期还是长期来看 咱们这个逆全球化啊 也是不大可行 现在呢 已经是进入到了 何刚财经大课 全球大圈哈 这一个大的模块下的第三个主题了 也就是跟我们的切身关系非常相近的 我的消费是否要降级了 目前呢 已经是进行到了 第三本书的分享哈 在本周 那结合我们现在的第三本书的内容呢 何刚老师结合这个书的内容哈 以及我们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件哈 何刚老师给大家选取了 四件与价格相关的事 这个价高或者价格 价格的高或者是低哈 对于我们来看待这个财经世界有什么影响 这个价格的高低又有哪些因素 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今天何刚老师会给大家分享的 哎 如果说你对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 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呢 也欢迎你哈 分享把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主题哈 直播的内容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比如说你有同学 你有朋友或者你有家人 对我们这一个价格信号的主题非常感兴趣 或者是对我们财经大课的内容呀 很有兴趣 那么呢 今天呢 就可以把这个二维码分享给他 我们为你准备了三个专属的直播邀请码哈 有的同学可能还不太清楚 我们这个邀请码是怎么使用的哈 在我们这个得到APP哈 比如说你现在打开了这个课程的界面哈 就可以或者是再进入咱们这个专享直播的这个界面 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邀请码的这个界面哈 只要你打开之后就会有三个邀请码 然后就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了 那如果你是通过这个朋友的邀请码分享进来的呢 也欢迎你哈 现在就可以点击我们这个边看边买哈 在这个边看边买不是说让你现在就要开始购买这个课程了 是因为这里边会有我们五节课的这个试用的体验哈 首先你可以今天先看一下何刚老师的直播 关于这个价格主题哎你就可以了解到四个财经的视角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接下来 这五奖会有试听的免费的内容 那你通过五奖的课程也可以非常清晰的加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哈 了解我们这个课程那未来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你能够加入我们财经大课日更专栏的这个课程的学习哈 好了那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有请何刚老师对我们进行这一主题的分享 好有请何刚老师 尊敬的各位朋友 得到的朋友在现场的 然后在网上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何刚 谢谢这个薛如的介绍 也谢谢我们得到团队的这个精心的准备 包括我们今天所谓来现场的朋友 这是一场迟到的约会 我们应该在7月16号的傍晚就见 但是呢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大雨 那天的这个预警 北京做得非常充分 我们很遗憾推斥了这样的一个直播 但是呢我们确保了那天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听直播和外出的增加 而增加风险 有人说这个雨有这么可怕吗 我们看看这几天在郑州和新乡发生的这个就是 大雨灾难造成的这种损失 财产损失和这种生命损失之大 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我们看看那个郑州的5号地铁线 12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更多的人在洪水中挣扎 这次灾难呢应该说是既是不期而至 但是它也可能说是我们有机会能够避免更大的损失 它对我们整个的这种对于灾难的这种预警应对 乃至于我们一会要分享的对经济的影响 对产品和价格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祝福这个河南的这些老乡们 他们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一次的这个灾难 我们也期待灾后重建的河南会更坚强 更美丽更加可持续一个发展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财经大课呢从5月份开始已经一晃就两个多月了 在这两个多月里面呢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信任 我跟大家一起去重新读这些大书 分享心得 有些可能我们能够达成共识 有些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通过读大书想大事看大钱 我想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太一样的 财经视角下的中国和世界 那么这个三圈三问和两不要呢 我想我们关注这个财经大课的朋友呢 都比较熟悉 其实我们核心的就是说呢 我们希望从全球到个体 然后呢从宏观到微观 能够更清楚地定位和认知 我们所在的世界 我们所在的经济 和我们所在的市场和环境 那么这里边最核心的呢 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认知的这种框架 就是我们这个三十 就是说遇到一个问题 事实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 现实的这种问题是什么 然后最后呢 可能的共识会是什么 这样呢可能能够让我们抽丝剥茧 抽丝剥茧 化繁为茧的 能够抓住重要问题 重要事件的核心 从而能够看清未来的 大趋势和大方向 避免犯大错误 遇到大风险 那么过去的这两个多月呢 这些书呢 我想我就不用重复了 刚才薛如介绍的非常好 关于自由的贸易问题 我们读了四本书 关于这个就是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我们读了五本书 然后正在进行的是这个 我的消费是不是会降级 可能相对于前面两个系列呢 这个系列的 它的内在逻辑性呢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需要 稍微再想一想 所以在本周末的这个串匠里边呢 我会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 从财富分配到消费升级 到这个消费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泛滥 它之间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正在读这个第三本书 这三本书里边有一本很有名 有两本呢 可能没那么流行 也没那么有名 但是它无比之重要 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都在分享到了 那么在这个读书的同时呢 其实我们也在用这种直播课的方式 在分享我对于这些最新发生的 这些财经事件的一些观察和分析 因为我们有朋友说呢 有些时候你讲的历史啊太远了 什么哥伦布发现 什么病毒的传播 什么棉花帝国 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些财经事件的现实 它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了 五月份我们分享了这样几件事 小钱变大钱 然后呢小事变大事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如何良性互动 当不良性互动的时候 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大家还记得这些 特斯拉 阿罗斯粉 印度疫情和中国经济的这些增长 六月份呢 我们进一步地关注了一些 另外一类事情 那么这些事情呢 其实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共性 比如我们见证了 一位老人 可敬的老人的这个趋势 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变化 以及呢 像这个越野赛 它造成了这种 巨大的一个偶发性的 但是呢 也有某种程度必然性的意外灾难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中欧的这种 贸易投资 投资协定的这种搁浅 中国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 进一步面临这种挑战 那么核心呢 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商业的这种边界 钱它有时候既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的竞技 钱的边界和角色 它是有特殊作用的 那么好了 回到我们这一个月 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到一个 关于市场经济 关于财经里面一个最关键的 最简单的 但是也是最复杂的一个标志 这就是价格 有人说价格这个问题啊 其实挺简单 对吧 价格高了我就少买 价格低了我就多买 对吧 这个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的因素 反过来讲呢 说如果在股票市场里面 价格高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能你赚钱了 但也可能意味着呢 风险加大了 那么价格低 像今天的股市从这个 这个香港到这个就是A股 都一塌糊涂 这个很多像白酒啊 教育啊都在暴跌 让人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世界 尤其是教育行业的人 觉得完全看不懂了 但是呢 另外的人在看到这里面是 对冲的机会 新的这个建仓 筑底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价格这个信号 究竟是低了是问题 还是高了是问题 低价格的风险和麻烦是什么 高价格的风险和麻烦又是什么 所以我想我们通过几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也尝试着用我们过去讲的一些书 来看一看 在现实生活中 在市场充分竞争和不充分竞争的时候 价格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我呢也按照这样的一个上个月的这个路径呢 准备了这么四件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也要 我们不得不很遗憾的 再次的去致敬和追思一位可敬的改革老人 同时呢 我们要观察一下 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的这个食品价格 特别是猪肉价格的这种大幅的下跌 它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未来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同时呢 我们也想看一看 从金融领域全球在六月份 尤其六月份到七月份的这个叫做 数字资产比特币的大幅的这种下跌 当然最近这两天有所回卵 但整体上来讲 它处于一个比较这种麻烦的时候 当然最后呢 我们看看房价 为什么美国的房价开始暴涨 对中国会有影响吗 跟我们有关系吗 如何从房价中去读到那些 我们真正该读到的关键信息 财富的变化 我们支出的变化 乃至未来工作的变化 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去讨论的 好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 在6月27号呢 这位老人叫高尚全 92岁的一位老人 在北京呢 因病去世了 其实呢 他的这个生病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 这个老人呢 他的这种就是 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之好 对于他的工作和中国改革这种热情 是超乎想象的 在2018年的时候 就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当时呢 财经做了一个系列的这个专题片 我们访问的第一位这个改革老人就是他 我跟我的这个总编辑王莫敏 我们去多次的拜访他 后来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视频 在那次呢 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 这位老人 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民生社会的未来 尤其是中国改革的艰难和必然性的这种坚定不移 他跟我们讲了很多 他的这个经历的这个80年代早期的一些这个故事 80年代早期呢 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很有意思 叫做国家体改委 不是体育的体改委 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它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我们今天大家可能知道另外一个词 叫顶层设计 那就是80年代 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然后高尚全先生呢 他当然说 他说我们做的事呢 更像是一个叫做 中国改革总司令部的参谋部 我们是做参谋的 但是呢参谋是有权利制定作战方案 如果方案基本可行 司令一身令下 这事就往前干了 所以呢这就是他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机构的这种严格呢 就是呢 他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机构 在那时候呢 差不多是总理或者副总理 是这个国家体改委兼任的主任 这就决定了他的这个卫士 然后呢真正干活的日常事务呢 就是这个副主任 高尚全先生 就是国家体改委在80年代的副主任 在他的任务上呢 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改革 比如说关于农村的这个体制的改革 关于农产品的这个收购价格的改革 关于工业品的改革 关于像比如说像这个煤炭呢 像这个钢材呀等等这样一些呢 农金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改革 在那个年代呢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当然价格改革指 他们的一方面整个经济体制的转轨 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办责任制 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在政策上被许可 然后城市里边的这个叫做什么 工厂的这种承包制被许可 然后呢其他的这种叫做什么呢 统购统销被打破 都要经过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很多的设计 他同时的也起草了很多的这种叫做 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呀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五年计划的 这样的一些这种大的这种规划 真的是叫做从全局看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那么那时候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早期的改革我们大家都熟悉了 从小港村然后做农村改革 农民多种粮食 然后呢就是交购国家的留租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农民富起来开始盖房子娶媳妇 然后富裕劳动力的开始出去打工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乡镇企业开始起来 那么进入到八十年代的中期 那个时候中国的市场呢 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如果有人记得有人读过一些历史 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比如在东北某地某一个市 这个左边这个工厂呢 它是生产这个铜的 把铜矿炼成这个铜条铜丝 这归谁管呢 归冶金布管 右边这个厂呢 是生产这种机械设备的 它其中有一个原料 要用到铜丝和铜片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是今天这两个厂 怎么来协调这个原料的供应 是不是左边的厂生产的同条同丝 商定一个价格 卖给右边的厂 对吧 仓库一倒 甚至仓库都不用倒 这个事就完成了 两间的这个 这个就是采购人员和销售员一撮合 可能签了五年十年的合同 这事就搞定了 但是你知道在八十年代 这件事情要怎么来运作 生产这个同块 同条的这个冶金布的厂 生产完的产品 自己无权定价 今年生产多少 也不知道 冶金布给它下指令 给它配铜矿 生产完了 所有的铜条运到北京 叫铜购 然后呢 全国各地 包括这个 沈阳这个厂 需要的铜的这种产品 报数 报到各自的部门 他们那个呢 大概属于什么 另外机械部 或者是属于轻工部 这些数字汇总到冶金布 然后根据他们 统购上来的东西 在全国再进行分配 这叫统销 今天可能大家听起来都觉得 这不是太愚蠢了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这个就叫计划经济 叫做高度行政指令的 不以市场需求为前提的 而根据中央和行政主管部门的指令 来生产销售 所以当然在这里边 它的价格就是失真的 它不反映原材料的紧张程度 也不完全反映需求的紧密程度 它只是两个行政部门的一个 日常的工作的交接 那么在这种问题 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混不下去呢 因为乡镇企业起来了 乡镇企业叫计划外经济 比如说当时的苏南 他们有人开始做这个建筑 做家电 他们需要这些原材料 塑料 然后呢 这个就是钢铁 包括铜 还有其他的煤炭 从哪里来 没有地方来 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统构的 于是呢 在八十年代那时候呢 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 叫张维盈 他天才般的出了一篇论文 说其实同一种产品 可以有两个价格 一个叫计划内价格 一个叫计划外价格 计划内价格呢 由国有企业继续循环 计划外价格呢 是这个国企用不了的那些原材料和产品 用一个更加溢价的市场溢价的方式 放到市场上 供乡镇企业去采购和使用 当然也有人说是 华生说这个最先的想法是他的 总之在那时候有一批 这个堪称天才的年轻人 他们设计出了这么一个思路 然后国家提供为采纳的这个建议 高尚群先生 他们主导起草了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 价格双轨制的改革 这个改革的好处是什么 让那些嗷嗷待哺的乡镇企业 迅速地以市场溢价 获得了原材料 和这些基本的能源的这种供应 满足了他们短期的需求 但大家猜到有什么问题 我是国企管这个煤炭的分配的 今年有一万吨煤炭 八千吨计划内 两千吨计划外 计划外的好说 但八千吨计划内里面 其实我用不了那么多 我可以变成七千吨计划内 一千吨 三千吨计划外 好了 这计划外的给谁不给谁 什么价格给 什么东西出现了 八十年代最可怕的 叫官岛 叫贪腐 那时候 我大叔是这个 什么煤炭部的某一个 司长或者处长 我批一张条子说 给何刚计划外的这个 价格溢价的煤炭 一千吨 然后到了你这 你需要 你没有大叔在煤炭部 我有 咱们俩撮开一下 一千块钱一吨的煤炭 一千五 你要不要 不要 他说一千八 然后旁边两千 跟拍卖似的 贪腐就此而来 所以这个问题 到了八八年 八七年 中国就出现了 非常可怕的通货膨胀 这个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 我经历过这个年代 就是肥皂 洗衣粉 什么大米 什么面 所有东西都涨价 当年的那个 平均的官方统计数据 这个我们的通胀率 当年到了百分之二十几 其实有的产品 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涨价 那么民众就开始抢购 开始做新的这种 那么在面对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作为我们的提改委 他们怎么来思考 和面对这些问题 结论是什么 双轨制错了吗 双轨制没有错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 它是正确的 那么双轨制 遇到了这么大的问题 怎么往前走 那么高尚全他们就说 只有一个条路 让这个价格没有改革完的 继续坚定不移的 往前推进 所以经过了89年90年 然后91年的徘徊 最终在92年 中国迎来了一个 叫做市场经济改革的 一个关键之年 正式确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为中国的 未来的一个 经济体制改革的 一个大方向 那么由此 价格改革 坚定不移的 打破双轨制 体制内体制外是一个价格 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 它首先打破的是 关倒霉了 其次呢 价格反映市场的真实需求 究竟这个东西是畅销 还是滞销 那么究竟我应该增加生产 还是减少生产 最起码最基本的 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 决定价格的这样一个 一个基本规律 在90年代早期 终于在中国 开始慢慢地出现 所以呢 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要说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当年的 中国的改革的艰难程度 中国改革需要的勇气 需要的大方向的判断 需要的具体的改革步骤 和技术的设计 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 简单的拍脑袋 它是无数人的这种心血 无数人的智慧 审时夺势 然后呢有所取舍 一步一步渐进地 走到了90年代 走到了现在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 这个高尚全去世 这样一位改革老人去世 他在很多 就是405060的 就是7080后的 这些人期末中 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他不是一位 腹部级的老人去世 他是一位 中国改革的这种精神 他的这个 承载者的一个离世 我们希望他的离世 不要因此 让中国改革的 这样一些 曾经好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顶层设计 比如说面对现实 比如说分布进行 比如说不断地调整 这样的一些方法思路 不要因为他的离世 而被淡化和被忘记了 所以我们纪念高尚全 我们记住的是 中国改革的艰难 以及价格为代表的 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容易 好了 那么我们就说呢 如果回到这一点 关于这个价格改革的问题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未来讲这个 中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三本书的时候呢 我们中间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因为价格改革有多重要呢 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苏联东欧很多国家 他们的也纷纷推出了 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转轨制 包括在拉美国家 最后不成功的人 往往这些国家就是倒在了 价格改革的闯关失败上面 所以呢 吴敬连先生啊 曾经很多次讲到 回忆八十年的末 九十年的初的改革 他就说 价格闯关 中国最终过来了 那么基本上意味着 中国市场经济的 这种改革的大方向呢 也就奠定了 坚实的第一步 因为价格信号 开始起作用了 这是我们当年 能够看到的这些 抢购肥皂洗衣粉 然后抢购各种商品的 这种时代 有人说这种时代 肯定不会再来了 因为这种时代 已经过去了 价格嘛 现在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人们的收入上升了 商品极大丰富 我们看到的 不更多是降价吗 哪有什么这么多的 这种抢购的这种时代 那好了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猪肉 六月份的 全国的猪肉价格 跟同比环比 都在大幅的下降 猪肉突然变得 非常的便宜 然后呢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 做饭的主妇 主男来讲 好事 对吧 支出减少 对于餐馆来讲 成本减少 但是最不高兴的 就是养猪的人 中国的养猪人 在我们农村 大概有20%的农户 他们是靠养猪为生 猪肉价格下跌 对他们也就意味着 全年的收入 有20%甚至30%的下跌 同时意味着 他们要大量的屠宰母猪 然后甚至要 把一些半大的架子猪 那个生猪杂 得把它消灭掉 掩埋掉 这是一个非常痛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 有多少 有在农村养猪的经历 我小时候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我们家是养猪的 那个猪就是农民的银行 当年是 现在其实对于养猪 大户来讲仍然是 所以猪肉价格的下跌 对于我们的农村 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情 对于消费品呢 对于消费指数呢 实际看起来是个好事 因为它是通胀的下跌 但是这东西怎么来的 为什么猪肉价格突然就 因为就下跌了 因为在半年多以前 比如在春节的时候 猪肉价格还非常贵 仅仅半年时间 猪肉价格就崩掉了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说从 做农业产品的分析的人呢 他们会强烈一个 叫猪周期 可能大家听说过这个词 其实在80年代 中国有两次 发生过特别大的 猪肉价格的暴涨与暴跌 但那年代叫20% 最后呢 政府出钱收购农民 多养的猪肉 然后把这个果身给它 录过去 90年代又来两次 00年代又出现两次 然后今年这个叫 10年代以来呢 其实也有多次 小幅的这种 猪肉价格的下跌 你会发现这玩意儿 它跟市场经济 好像有市场经济的时候 没市场经济的时候 它有猪周期 有了还有猪周期 为什么这个魔咒就打不破 而这里边 比如说我们观察 猪肉价格的上涨与下跌 我们怎么来看 怎么就知道 这个7月份 6月份 猪肉价格一定会下跌 怎么就知道 今年这个春节的时候 猪肉价格一定会暴涨 其实呢 从经济和这种财经的视角 它是有一些观察视角的 比如说 这下面这张图 这是叫什么呢 就是猪肉产量的图 上面呢 是猪肉价格的这种 变化的图 你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随着这个叫做什么呢 它的产量的 基本稳定 价格就是稳定的 而随着产量的这种 大幅的下降 猪肉价格就是会上升 你会看到 2019年和2020年 猪肉的产量 相对于过去年份 其实都有20%以上的下降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2021年的猪肉价格 肯定上升 因为产量在大幅的下降 而中国人吃猪肉的 这种消费 它有一个相对的 这种稳定性 不会因为 这个猪肉价格暴涨 而这个 就是什么 同时呢 这里边呢 它也意味着 就是在2020年底的时候 对不起啊 就是意味着 它的猪肉价格 一定是暴涨的 那么暴涨之后 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我们刚才说了 中国有20%的农村 它是 农户是靠养猪为生的 但中国还有一个二把铝 中国的猪 是大部分是分散 这个 飼养的 中国80%的猪 是农户散养的 集中的养猪场 只占20% 那么这个 这个里面 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农民非常淳朴 2019年 2020年 看着猪肉价格 一步一步在上涨 作为家里的大哥 大叔 要做的决定是什么 那必须多养猪 因为价格在 每个季度都在上涨 甚至第一个季度 没有下决心多养猪的人 到了第二个季度 坐不住 到第三季度 肯定采取行动 因为隔壁老王他们家 多养了两头猪 这个季度就多卖了 好几千块钱 有钱不赚 不是傻瓜吗 所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每一个个体的理性的选择 看到价格上涨 猪肉供不应求 我该不该增加猪肉的供应 多养猪 养母猪 养小猪 对的 但当这种行为 它通过一种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半年最多一年之后 市场就会出现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难受的局面 猪太多了 而这个呢 印证了 这个数字印证了 中国的猪周期 差不多两年 这种两年 因为它猪一般 我们说比较快的是 大概十个月左右出来 但稍微养得好一点的猪 那一般会要一年左右 才会真正的上市出来 所以从母猪 到这个猪肉 真正上市供应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所以差不多两年 这个结果就出现了 于是到了这个 其实到了去年 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很有意思 到了去年底的时候 因为猪肉价格真的非常好 到春节前那个肉价 简直是好几 我记得二十几块钱 将近三十块钱 好的这种肉可能更贵 我记得去年底 我见到一位 中国的一位养殖行业的 一位超级大鹅 就是春节前 大家聊天 就说2021年的计划 他就说 他说明年的计划 我们已经在 北京和长三角好多地方 我们已经圈了巨大的地 说政府也支持我们集中饲养 没错 说我们准备建好多的数字化的养猪厂 我们要大幅地增加 这个猪肉的这种饲养 当时呢 其实在场的有好几个人就说 说好像你最近这两年 这个猪肉价格已经到了一个短期的顶峰 那接下来不会往下走吗 这个价格因素 它是不可能永远上涨的 但这位大鹅他说呢 他说不一定 他说因为呢我们在减少这个散户的这种饲养 相对在集中 只要我的集中度提高了 比如说全中国从20%的集中饲养 变成40%的集中饲养的时候 我们对于市场的控制和影响 可能会比过去更强 但是呢 这一晃这就半年就过去了 我估计最近他的心情不是特别好 我听说呢 他有的数字化养猪场也暂停了 因为大家看到的猪肉价格在下跌 这时候还往里养猪 他可能觉得不明智 第二个呢 他们家的股票也在不断地下跌 年初的时候觉得应该上涨的 现在跌得非常惨 那么我要说的是说 这是因为老江湖 为什么他仍然读不懂价格的信号 或者说呢 他会相信自己的某种判断 是什么东西 让他的判断这个出错了 那么其实呢 我要说的是 还是一个叫做信息不对称 还是中国从散养 到相对集中饲养的这个过程 还没有完成 其实有人说 当去年猪肉价格那么高的时候 假如说你是 做这个猪肉或者这个生意的 你应该怎么做才对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那时候大幅的增加养猪 到春节前还在 大幅的增加这个小猪的饲养的 肯定是错的 那有没有对的做法呢 有的 第一个少养猪 第二个呢 做贸易和做私了 对了 就是你们不都爱养猪吗 那我就去做私了 做短期的猪肉进出口的贸易 以最快的速度增加猪肉的供应 获取短期的价格上涨的红利 那么现在呢 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 对于他们来讲 现在恰恰是 如果你的资金实力足够 因为可以预期 当现在这个猪肉价格 在过去的半年里边 在逐级下跌的时候 对于农民大哥大姐来讲 他接下来的行为是什么 增加养猪吗 一定不是 减少 那么对于这样 包括这样的大的饲养场 他们敢继续的扩大投资吗 他不敢 那意味着什么 不出半年 猪肉价格还会继续上去 这既是市场的一个正常的逻辑 它也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看到猪肉价格 这么简单的一个起伏涨跌 而这件事情两三年三五年 就会在中国发生 非常正常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对猪肉这么关注 对猪肉价格这么多的敏感呢 是因为猪肉对我们确实 它不仅仅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它对整个经济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对这边我们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猪肉价格的变化 下跌的时候 有没有人不太受这个价格因素的影响呢 有的 离我们这不远 旁边这个 SKP楼下 有一个超市叫 这个BHG 它里面卖很多这种 神奇的猪肉 对吧 金气神猪 山黑猪 一般的价格 一盒猪肉 四五十七八十 一百多块钱 长事 那么这次猪肉的价格的下跌的时候 我那段时间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 他们家的那些猪肉 不太受影响 为什么 市场经济里面还有一个词 叫价格弹性 因为一盒排骨 生排骨 八十块钱 一百块钱 一定不是卖给 我们日常劳作的 普通的这些工薪阶层的 是那些对于价格 没有敏感的人 消费的 对他们来说 这个猪肉保证品质 比价格降了十块钱 更重要 所以呢 当你面对规模化的 这种价格变化的时候 有没有那些价格 坚甜 同样是猪肉 那些叫做经过精选的 有品质保证的 什么绿色饲养的 甚至有按摩的等等 总之 当然是真的 你的价格是可以保持不错的 所以当你面对一个市场的 这种变化的时候 中国的市场 它已经逐渐出现了一个 规模化市场和差异化市场 这我们就说 商业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事情 就这两件事 要么控制成本走规模 要么呢 增加溢价 增加价值 走差异化 所以你会看到 同样是猪肉价格下跌的时候 有人不哭的 他的猪肉卖得仍然非常好 因为他的市场非常恒定 那好了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研究猪肉价格呢 就是说 在这个最重要的 这些投资银行里面 有大量的这个研究员 以研究猪肉价格为生 因为他们要看的是 这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日常听到的很多的词 CPI 对吧 就消费 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就是你会看到上面这张图 就是说 CPI和生猪的这个均价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总体上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 猪肉价格和我们的CPI 是几乎同步的 然后当猪肉价格 异常上涨的时候呢 这个CPI会微有上涨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就有时候我们读这个数字 通常我们说 一个经济体 通货膨胀高与低 我们通常是说CPI 当然它有一个 经济上有一个复杂的策划 比如什么CPI PPI 还有一个核心通胀率 那太复杂了 对于老百姓来讲 特别看得懂的 就是这个消费者 这个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那么我们看 中国的CPI的构成 为什么说我们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食品占了最大的三分之一 然后这个居住 是指我们的租房价格 装修价格 跟那个买房 房价 购买没有关系 只是这种租金价格水平 然后呢 衣服 然后这个绿色的 大家特别通恨的 交通和通信 这几块 是占了最大 当然这还有这个蓝色的 像医保 这是我们大家也比较 然后教育文化 最近受到影响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边 最重要的一块 就是食品价格 那么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的话 大概就是说 猪肉价格的变化 会对CPI的影响 是大概4%左右 所以猪肉价格没涨一点 CPI的4%左右 会受到它的这种影响 但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CPI 看到美国的CPI 什么东西不一样 最大的支出是什么 所以不要抱怨 我们的房价贵 我们的租房贵 什么叫贵 你看看美国人就知道 美国人的支出里边 40%以上 是租房 就跟居住有关的这样的支出成本 然后呢 这个它的 另外呢 17% 是跟交通有关的支出成本 食品只占它们 特别小的 百分之十几的这种比重 而且由于美国人吃鸡肉 吃牛肉很多 猪肉价格的这种变化 对他们的CPI 几乎没什么影响 那么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全世界 除了中国产猪肉最多的国家 加拿大美国 所以呢 就是中国是加拿大美国 最大的这个猪肉的这种购买 尤其是加拿大的猪肉 所以这里边呢 你会看到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当我们看这个CPI的时候 那好了 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马上要观念到一会儿 第二节我们要讲的内容 说最近 美国的这个叫做通胀 有人可能看到新闻 美国的通胀在创这个 有人说08年以来的历史的新高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因素 发生重要变化 是交通吗 他们都不出门 对吧 是医疗 食物吗 没什么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住房和医疗 尤其是住房 住房他们发生了重大的这个变化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享到这一点 所以你就从这里边我们看到 就是说猪肉价格背后连接的 从产业上连接的是饲料 连接的是我们的农户的收入 连接的是我们消费领域 连接的是我们这个餐馆的这个成本 那么从整个国家来看的话 猪肉价格背后连接的是我们的通胀水平 是我们的食品支出 而通胀水平的高与低 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钱是贬值还是升值 甚至要影响央行是加息还是江息 所以一个小小的几片猪肉 背后的价格信号所透露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刚才这样一个路径 从这个生猪的存栏数 从猪肉价格的这种走势 从猪肉的供应量看价格 然后进而我们看它的CPI 看到其他的后续可能想象得到的 饲料的价格 然后这种粮食的这种生产 其实这个链条它非常紧密 一环一环 你稍微想一想 基本上能想明白 所以未来下一次在春节 你再看到猪肉价格变化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套路和模型去试试看 我能不能对于未来 CPI的影响 然后饲料的影响 然后粮食的影响 乃至于CPI的这种影响 能够做一些分析和预测 它决定了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那么每个季度 每个月 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宏观数据的公布 从而对我们的把握宏观经济的一些脉络 提供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参考 所以从猪肉看这个CPI 看通胀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故事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简单小结一下前面这第一部分 两点这个启示 第一个就是价格 如果因为在计划经济中 一定会被扭曲 所以计划不能反映真实的价格水平 所以价格的扭曲会因计划而放大 第二呢 供需的平衡不是一次性的稳定的 它是起伏震荡的 那么起伏震荡的过程呢 有人会得意 有人会受损 但是正是起伏震荡 是市场调整价格的一个关键的方式 所以当一个市场的价格在开始起伏震荡的时候 这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在发生作用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唯一我们要反对和防止的是 价格振幅太大 频率过快 然后发生的时间越来越短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呢 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好了 我们先这个小结道这地方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那个薛如 还跟大家有新的一些沟通 我先喝口水 谢谢大家 一会儿我们再见 好 辛苦何老师 我们先请何老师在台下稍微休息一下 我刚刚注意到 不管是我们在现场来分享 参加这个线下分享课的同学 还是我们在线上直播大课的同学 大家的注意力非常高度集中 都在认真的听讲 那接下来呢 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接下来就是在我们何刚老师 待会儿三四讲课 三四讲这个大事 讲完之后呢 我们会选 大家就是感兴趣的问题 然后呢 大家现在就可以在直播间 或者是待会儿在咱们的课程中 如果说你对何老师 今天讲的内容感兴趣 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 或者是在课程的学习之中 遇到哪些问题 想向何老师来请教的 那你就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里 现在就可以打出这些问题 欢迎同学们踊跃发言 待会儿我们会线上还有线下 联动起来 选取几名同学 请何老师来给大家做一对一的点评 好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那在我们课程的学习中呢 有的老同学呢 肯定是已经发现了 不光我们有这个 每天日更的财经必读书 通过老师的分享来给你讲解 这本书中透露出了什么财经知识 什么财经视角 而且我们每个月呢会有这个思想直播课 那在此之外啊 还有一点 何刚老师的知识城邦啊 也是一个宝藏之地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光要学习这个日常的课程 就是课程要抓 同时呢我们还要两手抓 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城邦 因为何刚老师会在咱们这个知识城邦里啊 经常给同学们答疑解惑 在日常的课程留言中啊 有同学会写自己的感悟 同时呢也有同学会来提出自己的一点课程中的心得 或者是疑问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见解 那么何刚老师会据此非常详细的作答 与此同时呢 何刚老师也会在他的知识城邦中 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 日常的 亲近发生的这个财经的大事 那所以呢我们又有课程的这个知识的极点 同时啊也有这个平常日常的发生 这个事情的解读 那不管是财经大课的思想直播课 还是知识城邦 欢迎大家哈 三件事哈都要抓 这样才能把咱们的课程学得更好 利用得更好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哈 今天啊加入课程的就是 咱们有这个直播邀请码的哈 也还是跟大家再老一套哈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会有三个直播的邀请码 如果说你的亲朋好友 对咱们这个课程感兴趣呢 那就欢迎大家把咱们这个直播邀请码 分享出去 那在我们的边看边买区哈 同学们可以进入 点击进去之后会有五讲试听的这个课程哈 这通过五讲试听的课程呢 你可以初步的了解到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架构 包括我们何刚老师为什么 包括你去看这个发刊词哈 何刚老师为什么要讲我们这五十 五十本书是用什么样的思路 什么样的逻辑 哎说到这个哈我正好想起来 就是刚刚啊我们就是看到有同学提问 有同学留言就是说 哎呀何刚老师讲的课特别好 但是有的呢确实很遗憾 因为我们版权的问题哈 有一些书目我们确实呢 目前还没有这个电子版的书 所以有同学啊想提前购买 那么刚才有一位我印象中叫成全的同学 也给我们留言 就是说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提前 把咱们的这个学习的书目 书单先发出来 这个这个要求非常好 我们已经就是跟运营同学在筹备哈 就是我们每一次每一个板块 每一个主题开始学习之前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导图一样的 就是有书目有具体内容的一个展开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代理性的一个这个解读哈 然后同时呢如果说现在你还没有看到 哎那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打开我们这个课程的详情页面哈 在我们这个何刚老师财因大课的这个详情页面呢 里边会有我们的一个课程表 这个课程表里有我们五十本书具体的内容 还有三个大圈 三个圈之间的一个划分 以及我们这五十本书分为哪些主题去展开 大家也可以先从这个看一下 然后未来我们也会在每一次课程开始之前 然后来进行一次预告 那刚才呢我也留意的哈 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在日常的课程更新中啊 有同学就是会来留言会问哈 我们这个直播课有的时候就是无法及时收看到 然后呢也会有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然后我们跟技术老师咨询了一下 其实呢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课程的这个更新到最新的这个版本哈 就是得到APP 辛苦大家目前哈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就能够及时预约了哈 好那我就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何刚老师为我们带来接下来第三件和第四件大事的分享 好有请何刚老师 好谢谢这个薛如的这个介绍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这种支持 同时呢我非常期待各位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呢 给予我任何的反馈批评提醒讨论都可以 在知识城邦呢我也期待大家的这些问题 有些问题非常好 我在里面会及时的回复 有些呢可能我就单独留言 直接回复相关的人呢 我们刚才讲了两个 就是从改革老人的趋势 它经历了中国改革早期特别艰难的一个价格闯关 而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信号 同时我们分享了猪肉的这个价格的变化 从猪周期看CPI看背后的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经济结构 那么好了 那我们说到说完了这样一个就是非常本土的 很土的对吧 看起来很简单的这个猪肉价格 我们再说一个看起来时代潮流的浪漫的 这个具有非常时髦的这个比特币的问题 猪肉价格在跳水的时候 比特币也在跳水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关系 因为那一个有真实的消费需求 而比特币呢 它更像是一个数字资产的这种叫做市场的博弈 那么比特币的这个价格的下跌 我知道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 中国的笔圈都炸了窝了 大骂这个就是这个Elon Musk 说它是这个全世界比特币最大的这个座庄者 同时呢又羡慕那些能够顺利的出逃的人 总之洋洋洒洒洒 也有一些上市公司靠卖比特币 买卖比特币作为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它的一个主营业务 某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只要头天晚上比特币暴涨 第二天它的股价一定暴涨 反之呢 最近它的股价就快跌成狗了 就是因为比特币大幅的下跌 这家公司是谁呢 我不说了 咱们那有的女生都知道 因为你们用它的产品 那么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比特币产生的时候 有人大声高呼说 数字货币来了 什么主权确定 什么法定货币 这些东西在这个叫做去中心化的时代 都不行 你们都被颠覆了 因为数字货币是叫做去中心的 非主权的 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技术创造的时候挖矿的 是这样的吗 其实不是 我记得呢 2019年 就在这附近 我们那个 当时财经年会的时候 那一年我们请到的这个 远程实时的视频演讲嘉宾是 格林斯潘 然后正好就讲完之后呢 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问的就是数字资产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说比特币这个玩意儿 它是法定 是能够起到这个货币的作用吗 那么对于像美联储啊 这样中央银行 对于这样的货币 你应该持一个什么态度呢 他当时说的非常肯定 他其实是一个挺油滑的人 但那次我印象很深 他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 第一 所有的货币只有得到国家主权机构 也就是中央银行的认可 才做数 第二呢 只有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才能够叫货币 其他的都不是货币 那个时候其实是比特币 刚刚开始在美国出现 那个时候的比特币 大概是在一万美金不到的这种时候 那么格林斯潘 他非常坚定地告诉大家 那就是数字资产 它就像期货一样 它是一种市场的博弈 你看好它 你就买进 你不看好它 你就卖出 它没有真实的 什么其他的货物支撑 比如我们说猪肉也有期货 但它最终它是可以交锅的 大不了我买错了 我最后可以获得一堆猪肉 那么它是有食物支撑的 比特币有什么 比特币就是我们电脑上的一个数字 它没有了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中国的这个中人民银行的前行长周耀川先生呢 也多次明确地谈到 关于这个数字货币的问题 他说了两点 第一货币数字化 是现实也是未来的趋势 这个技术已经成熟 而且它一定会 就是成为未来的一种 货币发行的一种主流形式 就货币的数字化 加密货币 这不是问题 第二 法定数字货币 是重中之重 什么叫法定数字货币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准许发行的 加密的人民币 数字货币 这算数 美联储发行的 加密的美元数字货币 这算数 其他的 都是一种高风险的 叫数字资产 你运气好 你能赚钱 你运气不好呢 你可能赚不了钱 我想知道 咱们现场有人 买过比特币 或者其他的什么狗狗币 什么波波币吗 有吗 好勇敢 赚钱了吗 一直赚着钱是吗 那你这简直是 我们给他鼓掌 在这样一个 就是风起云用的市场 能赚到钱 好人 为什么把它卖掉 发现还是有点不踏实了 OK 所以呢 就是数字货币 这背后的这个呢 其实我们说 这个话题非常简单 就是说 首先它就是一种 叫做市场博弈 它的价格只反映一点 就是市场上 愿意来投入其中 来参与博弈的人 是看空的多 还是看多的多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期货 当你怀着 对期货的这种心态 来面对数字货币的时候 你可能 你看到的就不一样了 那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说 这么简单一句话 值得拿出来说吗 我想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你知道在全世界 在数字货币的挖矿 这个过程当中 哪个国家在承受 最大的挖矿的成本 中国 在中国的哪个地域 在挖的最狠 最欢是 没错 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 在中国相对欠发达的地区 这些地方呢 本来是要利用 它们的风能 水能 电能 生产 这个便宜的电 叫做西电东宋 对吧 西气东书 西部 北部 能源比较足 东部 南部 能源不足 但是大量的这种矿机 以各种方式 潜伏进这些地方 一开始这当地人 还不太懂呢 我记得就是在四川 贵州啊 什么的地方 一开始说 这是叫做 就是201617年时候 你要拿着矿机 去找当地政府谈 热烈欢迎 免税 还有各种优惠 他们以为是一个 互联网的神奇的 高科技产业来了 现在后来 他们慢慢发现 它不对 当地 以至于导致了 我们西部有一些 能源大省 缺电了 所以呢 面对着比特币的跳水 什么会接着跳水 矿机没人要了 挖矿的地方呢 成本入不敷出了 因为那个很耗能源 虽然以极便宜的价格 给你拿了这个电 但是呢 当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价格 大幅跳水的时候 矿机生意 然后呢 上游的循环 然后呢 但是对于谁是好事呢 对于中国的能源平衡是好事 因为我们那些地方的能源 不会被这样一种 其实是一种投机的生意 所无谓的消耗和浪费了 所以当比特币跳水 我们马上能看到的是后面 跟它有关联的其他的东西 好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 法定数字货币 是不是就是一个大趋势 是不是就很快就会来了 其实呢 在这个问题上 在全世界最主要的这些经济体里面 中国人民银行是非常激进 和与时俱进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美元的数字美元 到现在为止 在美联储还争论不休 你看下面这句话 说美联储的CBDC 可能会带来重大而具体的风险 所以美元这个数字 数字化的美元 在美国目前没有决策共识 但是数字化的人民币 有人收到过吗 收到过是吧 好用吗 对 感觉其实跟那个微信支付 和支付宝有点接近 是吗 但它最大的区别是 它背后每一笔钱 它是有这个国家主权背书的 这叫法定货币 支付宝和那个叫做什么 微信支付 那是给你的是一个消费额度 包括美团好多都有 协程都有 它不太一样 所以在中国 这个法定的数字货币的试点 已经开始了 它的铺开的速度 可能会非常之快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在这个叫做 移动数字支付这方面的 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 远远要好于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我记得几年前 当这个苹果 这个就是那个 就是Apple Pay 进入中国的时候 我们的支付宝啊 微信 很是紧张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没有那么好的应用场景 所以那些进入到中国 无法动摇 我们这边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里面 我们要说的就是 数字货币带来的变化 除了这些便捷 除了这个法定 与非法的这个区别以外 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引起高度关注的 是数字货币的发行成本 运营成本 防卫成本 要比我们的纸币要低得多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发行到 第几套 第七套人民币 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防卫 那么如果说人民币的防卫 还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问题的话 美元的防卫就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问题 伪造的美钞有人统计 可能比全世界 比美联储真正发行的美钞 是它的好几倍 所以呢就是说 尤其你进入到一个 可能不是那么一个 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 某些州某些国家 可能你那时候收到的 这个叫做纸币美元 多数都不太靠谱 所以数字货币呢 它如果在加密技术 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支付环境比较优化情况之下 它可以大幅地降低 我们印制钞票 然后储存等等方面的这种优势 所以从未来来讲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法定数字货币的必然到来 迟早 在技术和规模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这里边呢 你会看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是当这些数字货币 在不断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马上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货币的贬值升值 以及跟贬值升值有关的货币的价格 就是利率 那我们知道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从那个美元 应该说都还是处于这种叫做 事实上的负利率账团 叫零利率 人民币呢是有利率的 所以呢当美元处于负利率 美元的发信量非常大的时候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价格 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这个图要反过来看啊 这个图一往下走 意味着人民币的这个升值速度越快 因为它是美元 用美元 人民币一美元兑换多少人民币 对吧 你会看到就是说 一年前大概就是说七块多 现在已经是六块多 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金融领域里边 除了我们说 我们要靠工资赚钱 要靠炒股赚钱 要做什么什么 买比特币赚钱 不要忘记了 你手上的美元和人民币的倒腾 也能赚钱 这里边呢就是说 就是所谓货币的这个价格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 越来越全球化 那么人民币的这个就是汇率呢 会变成一个异常重要的事情 而这背后呢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呢 就是看短期的利率的差别 所以说中国人民币的现在利率 远远高于美元的利率 所以人民币的贬值 所谓短期来看的话 基本上还是不太可能的 何况美元还在不断地扩充它的货币 那么只要美元的这个利率没有上升 人民币继续保持一种稳中有升的价格 是好事 那么我们说人民币的这个币值兼挺 听起来不错 对吧 但是呢 谁不喜欢 出口企业 人民币的这个币值的上升 对他们带来的最大的麻烦 就是它的出口的价格 它的就是说 就是说呢 没有竞争力 它的这个就是 对于出口换成 换用同样的美元 卖的这个产品 换成人民币 能换得更少 本来就5%的毛利 然后呢 人民币升值5% 基本上它出口 同样的美元计价 它赚不了钱了 所以呢就是说呢 其实这背后的这个逻辑呢 还是挺挺连在一起的 不过这也是大概就是说 财经世界 或者说经济领域的 一个有趣的地方 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链条 你抓住了一条线 顺着它的逻辑 不违反常识的往前走 你大家能看到它的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所以有人说 现在应该换美元 还是换人民币 那当然 如果你不是非用美元不可 那如果你不是非要 留人民币不可 现在应该大量的换美元 因为现在美元处于贬值的状态 你把人民币换成美元 对你未来 美元升值之后 对你是有好处的 所以对这点呢 我想我们就是 大概从比特币上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说呢 比特币价格的下跌 它引发的背后的一些 关于法定数字货币 和数字资产 之间的差别的这种思考 好了 顺着这条路 我们就往前走 其实刚才 这里边已经透露了一个信息 美元基本上是零利率 这是美元的价格 也就是理论上 美元的价格是零 第二个呢 美联储还在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量化宽松 大量的发行更多的美元 那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带来的结果就是 从2019年开始 美国的房价 在飞速的上涨 2020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核心城市的房价 10%到30%的上涨 个别地区甚至房价 在一年时间翻了一倍 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种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下面 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各种 就是说房价指数 从这个 就是其实15年以来呢 它就处于这样一个 上升通道期 那么实际上这一轮的上涨呢 有人说 那怎么来看呢 我怎么能够预计 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看法 那么这张图会告诉你 2008年我们知道 发生了次贷危机 美国的整体上的房地产价格 出现了历史性的大暴跌 这个暴跌程度有多大 基本上就是说 等于说 平均下跌10%到15%以上 那么经过了 将近10年的这样一个恢复呢 到了差不多1718年的时候呢 勉强恢复到了 2000年左右的水平 到现在为止 到这一轮上涨之前 美国的房价还没有超过 它2001年 2003年 2004年的这样一个 历史的最高水平 所以呢 从这个上来讲的话 这段时间的 美国的房价的上涨 从大周期来看 我们下一个主题 我们要讲到周期 房地产的周期 是18到20年 一个周期 也就是中国 我们虽然觉得 我们已经经历了 伟大的房地产的 这样一个周期和行业 其实如果你从 经济周期的研究来讲 中国的房地产 大概从 如果从98年算起到现在 我们勉强经历了 1.3个周期 还不到1.5个周期 我们的时间还早着呢 所以看中国的房价 看不出问题 我们看看美国的房价 基本上能告诉你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 这样一个趋势 上面告诉你 2018年基本上 大概美国的房价 回到了2003年 0.4年的水平 下面这张图 同样的告诉你 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呢 就是说 当我们看房价的时候 不是本月 本年 本季度的价格 是什么变化 它处于什么周期之中 它处于 长周期的 哪个阶段 对吧 看这里 那么暴涨 短期看 价格涨得太狠了 其实历史看呢 那都是底部 应该是 闭着眼的 大胆 有刚需的人 大胆地买房 其实美国如此 中国也是 这个同样的如此 所以呢 观察房价 短期呢 我们说呢 要看到的是刚需 就是说 中国的丈母娘指数 中国的这个叫做 女朋友压力 中国的这个叫 肯老的这种 这种下意 都会导致 短期的这种需求 会被放大 包括投资需求的 这种出现 但是呢 它的能否持续 这个走势 它最终 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其实跟这个 就是这个价格有关 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房价商人说 这是不是个别现象 这是去年四季度的 最新的图 我还没有查到 但基本上 跟着数字 都大幅的更新 我们看啊 这里面不包括中国 因为中国的这个 最近的 从2019年以来 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呢 它有新的计划扭曲 所以它不完全 真实的反映 市场的需求 当然我们看 全球这些不做调节的 以发达国家为主 和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其实2020年四季度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全球房价 正在经历 新一轮的恢复性的 快速的上涨 那么一个季度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2020年的四季度 美国房价上涨了10% 而它呢 并不是上涨最快的 我们看一下 像卢森堡啊 像那个新西兰啊 俄罗斯啊等等 上涨速度都比它快 所以就有时候呢 就是说其实 有人说学经济 做投资人 你的先知先觉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这些数字 其实在这个今年 就半年前 这些数字都已经告诉你了 房价的上涨 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 大概率的事件 而背后的原因 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全球 绝大多数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 基本上是零利率 和负利率状态 就货币发行非常多 然后货币价格非常低 那么大量的流动性和钱 在市场上 它能干什么呢 都拿去买猪肉吗 吃不了那么多 都拿去买奢侈品吗 你可能也没那么多工资 那么怎么办呢 买大类的资产 那么这里边最重要的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 就是房子 所以房价的上涨 它是有背后坚实的 货币供应的支撑 短期我们会看到 有需求的这种变化 但实际上呢 长期我们看到 这种供需关系的变化 比如说中国人口的下降 房地产的总体需求 一定是下降的 三胎政策出来之后 两房 就两个卧室的房子 肯定不如 未来三个卧室的房子 更受欢迎 这是长期来看 供需关系起作用 但短期货币的因素 是这种关键的 这种关键 只要货币供应充足的时候 房价上涨 是大概率时间 那么所以 这个问题在中国 虽然我们有价房住不炒 但是从上海 深圳 包括最近这两个月的北京 我们看到的就是 房价的 继续的上涨 这是一个货币现象 它和长期的供需关系 没有什么更大的这种关系 因为人口我们还在下降 但是这里边有一些重要变化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总结了两句话 就是房价的涨跌 长期我们要看需求 但是急涨急跌 一定是跟货币有关系 要么是利率在下调 要么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这些因素会让房价 短期内有一个急涨急跌 这里边我们看到的 全球房价指数正在创新高 但是还没有创到太大的新高 但是基于现在的全世界 在流通的这种货币的数量之大 那我们说2021年的 全球房价的上涨 可能才刚刚开始 它一定会创一个 那个红线一定会高到一个 让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两年三年后我们再看 我们大概能得到印证 而实际上这个二季度和三季度 我相信三季度美国房价的统计数据出来 那个红线就应该已经冒上去了 应该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好了 在中国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说中国是不是 所有的地方房价都在涨呢 当然不是 比如我的老家 四川南部的一个县城 我最近了解了一下 当地的房价跟一年前相比 大概有10%左右的下降 因为那个地方的房子真的是太多了 那个县城一共就20多万人 但是现在大概平均每户1.5套房 所以已经那个房子已经卖不出来 有一家千亿级的房地产大企业 我认为它永远不应该到我们县城去做生意 它已经渗透到了五县六县小县城 在那开盘 然后去年开盘是八千金装修 今年已经变成六千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五县六县小县城 除非你热爱你的家乡 否则从投资的角度 那不是一笔好生意 所以但是另外一个数字 中国这个非常独特的 最近7月16号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重要的 可能对在座各位都非常重要的一个 北京的政策出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大学毕业生和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大学生 未来在北京落户的机会大幅度的上升 如果你是985 211民校的研究生 祝贺你 你会很快的就是落户北京 我的同事呢 花了一点时间 花了一个月 他们大概知道这政策很快会出来 6月份他们就花了一个月去采访了 一批在过去的三年通过积分政策 获得北京户口的那些人 每年大概6000人 第一年排名的时候 大概是三四万人竞争6000个名额 第二年就上升到五六万 然后今年大概是12万人 最后呢争了6000个名额 非常难 中间有很多让人就是很心情复杂的 这个叫做北京奋斗故事 中年男人的艰辛不义和执着以求 但是呢 但是呢 7月16号这个政策告诉我们 可能我们在座的 我们新一代的北漂们 很不幸没有在毕业的时候拿到户口的人 可能在未来十年 你们将会有比之前的这些人 可能更大的机会 因为全中国的主要的一线城市 包括北京在内 现在最缺的就是在座的各位 受过教育的 年富力强的 有理想 有追求 有实干能力的大学毕业生 本科的研究生的都可以 海归也很好 那么在过去的这几个月 这两年里边你会发现 就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从这个 有人说 怎么来看这个城市的房价 会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所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数 叫做大学生近流入的指数 数字 它会明确地告诉你 这个城市的吸引的大学生越多 在过去的两年 大学毕业生留下来的 流入的 无论是有户口还是没户口的 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之城 这个城市 它就会获得最大的发展 在六月底的时候呢 我正好到成都 参加得到的成都的课 然后呢 正好在那一天呢 就是成都的 叫做天府新区的机场的开通 6月28号 还是26号 你知道整个中国啊 这么多的城市 只有三个城市 有双机场 上海是第一个 然后北京是第二个 成都是第三个 开双机场意味着什么 如果谈到房价 意味着在成都可以买房了 意味着成都的房价 未来会继续地上涨 而这个 这里边的统计数字呢 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 比如说这个 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黄线成都的 它是在持续地上升的 但是除了成都 你会发现 我们说北京 广州 深圳 上海 包括 我们刚才这次被水淹掉的 郑州 是大学生的 最近两年的一个 加速流入的这种城市 还有包括了像什么 南京西安 反过来呢 就是说呢 有一些可能我们听起来 很不错的名字的一些城市 它实际上的这种 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呢 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呢 就未来我们观察 中国的房价的时候呢 尤其是区域城市的房价差别 大学毕业生的流入 和这种流下来的速度 包括他们的政策的 这种宽容度 其实在很多城市呢 我们很多人 作为大学毕业生 基本上是可以 迅速地加入到这个城市 马上获得户口 马上获得住房的资格 所以呢 未来 我们也 我的同事也写了一篇文章 叫离开北上广的 那些年轻人 他们去了哪里 他们去了那些 叫做更欢迎他们的 有更大的机会的这些 新一线的中国的城市 所以未来的这些 只要人才流入在增加 只要经济在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一些叫做核心城市 它的交通的改善 它的商业的改善 它的产业的布局 都会带来它的房价的上升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房价的这种 恢复性的上涨 我们再看中国的 总体上房住不炒的 这种大背景之下 局部城市的 房价的这种上涨 和房地产的这种变化 它还是非常真实的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 我们未来 重新安排我们的财富 安排我们的支出 安排我们的投资 置业 安排我们工作与生活的 各种美人不尽相同的 人生计划和发展计划 好了 我们就是这样呢 我们把这一个 从价格的角度 我们去追问的这些事情呢 我们基本上就讲完了 我们得到的几个重要的启示 就是什么呢 第一点 无论你是顶层设计 还是怎么样一种改革的探索 让市场决定价格 而不是让计划来核定价格 这可能是价格信号 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 一个关键的制度保证 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用供需来调节产能 这是让价格不要在震荡中失真的 一个关键的这种保证 那么供需呢 那么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 叫做既要自主决策 同时呢 要灵活的运营 那么像猪肉这样 猪的产业和猪肉的价格呢 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供需对价格的影响是真实的 是必然的 那么第三点呢 价格也会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号 就是市场是有巨大的风险的 面对市场的风险 我们不要心存侥幸 过于暴涨的这种价格 没有真实的这种价值支撑的 它一定会下跌 当然反过来讲呢 有真实价值支撑的 这种商品或者公司的股价 当它下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一定会重新的上涨 所以呢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讲呢 除了我们个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外 作为市场的建设和维护来讲 加强监管 透明监管 无比是重要 那么在数字货币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中国 在加强监管和透明态度这方面 做的是不错的 如果你还要去炒货币 炒这个比特币 要么你就像这位帅哥这样的 有非常好的判断和运气 要么你就要做好承受风险的 承受损失的风险的这种准备 那么最后呢 就是说 关于这个就是说 这个房价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说呢 刚需决定了最终的投资 和价格的走势 短期的货币因素的影响 带来的是交易型的和投机型的机会 当这个城市有大量的优秀 大学毕业生在不断的流入 城市热烈欢迎年轻的 有活力的知识工作者 不断的进入的时候 这个城市的房价 除了上涨 没有第二个选择 这个城市的房地产的供应 除了增加 也没有第二个选择 所以呢 从刚需决定投资 从刚需看这个房价的变化 对于我们来讲呢 可能是长周期的这种决定 会变得更加的理智一些 那么关于经济周期的分享呢 在我们马上要开始的 第四个主题里边 就是谁 国家经济究竟谁在控制里边 我们会有详细的一些分享 非常有意思 到时候也欢迎大家 在财经大课里边 我们进一步的这种讨论 我要说的是呢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 这个第四个主题的这个学习 非常具有挑战性 一共八本书 里边有很多书都极厚 有的书150万字 50万字都算是薄的书 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月 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希望我们一起 以最谦卑的态度 与最诚恳的心情 一起来学习市场经济的变化 用财经视角看全球大事 然后看大事 想大钱 希望心想事成 再次的感谢大家 谢谢我们得到的朋友们 谢谢现场和在这个 看直播的朋友们 然后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还有谢谢我的同事 来自于巨大实现的 来参观学习的这个同事们 再次的感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东西就 好 那接下来这个薛如给了我一些问题 我们有很多朋友呢 提出了问题 我们看是不是到这 好 问答换解 第一位是这个冯博宇先生 是在现场吗 示范 示范 示范一下 好 他的问题是说呢 很多养猪户都知道呢 猪周期存在 大家都知道 过一来两年会有变化 按理说会理性决策 为什么还会出现大的价格变动 还有养猪户高位来接盘 还有人说呢 就是说国家会拿出猪肉来做调节市场的价格 上面的情况有没有政策 这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 就为什么还是有人搞不懂这个价格呢 就是这里边有两条 第一条叫心存侥幸 仍然他会觉得 还是一个周围的示范 说你看旁边的人这么做了 他就赚着钱了 我没这么做 我晚一步 我就没赚着钱 我又要弥补这个东西呢 我能不能继续做 或者他说我先别做 但是呢 如果第三第四季度继续上涨的时候 基本上都忍不住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就是一种 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是不是能够心存敬畏 但是说实话 你让养猪的大哥大姐 要对市场经济心存敬畏 你说服不了他 他只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说你这个大侄子真是不靠谱 你看旁边的大哥 人家这个就比我多卖了2000块钱 2000块钱对他是真实的 这点没办法 就这个问题在美国历史上 也曾经经历过 比如他的这个农业 为什么美国的农业 最后大部分都集中在农场 大的耕种 就是因为农民的小规模的生产 散养的这种小农经济 他没有对抗这种叫做 价格周期性变化的能力 在美国这种期货市场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只有一点 就是用市场的这种价格的震荡 不断地教育我们的农民兄弟们 让他们认识到 这个价格的周期是真实存在的 你不能探那个便宜 第二点就是说 逐渐地把那些不能够进行散养的人 没有能力承担这种饲料风险 防疫风险 然后这种价格风险的人 变成集中养猪厂的工人 他们变成打工者 收取稳定的收入 让风险 让这种集中的大的养猪企业 和这种集中的养猪户 让他们去承受 第二个因素确实是 也跟这个价格的透明度和风险预警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你知道中国的这个 诸周期的这个风险预警 最好的时期在什么时期吗 是在0708 0909年那几年 那几年啊 中国有一个神奇的这个媒体 叫财经类的电视节目 央十二套 第一财经等等 非常时髦 那时候有大量 比如我记得当时 对于这个猪周期 经常进行预警的 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 叫姚锦元 姚先生 他经常每个月苦口婆心的讲 最后一定会讲到 农民兄弟们 粮食问题 蔬菜问题 然后猪肉问题 那个时候的信息传递很充分 你知道今天的 我们的农民兄弟们 日常都在干什么 刷抖音 对吧 在干那些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教育他们 没有人引导他们 猪周期来了 对吧 猪肉可能超供应了 猪肉可能是超这个 叫做什么超跌了 没有人去讲这些信息 所以从这条上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媒体 也应该反思 就是说在这个信息的提示 这方面 可能还要做得更充分一些 也许我们可以跟抖音合作 每个月谈一谈这个 粮食价格 食品价格 猪肉价格 至少让农民兄弟们 偶然刷到的时候 除了什么这些 什么摸鱼的 什么上货的 还能够有点 这个叫做什么 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教育 这个时候就问你 所以就刚才说的是 这个人性 第二个是信息的 这种对称度 还是不够 那么就国家的这个补贴 和这种叫平衡的问题 是存在的 但是这里边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 如果这个市场 对于市场的干预过多的时候 市场的这个价格信号会失灵 所以从总体上来讲 国家应该做的事情是 猪肉确实供不应求的时候 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适当投放一些猪肉 来平衡市场 涨得过高的价格 比如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 举个例子 春节 这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尊重市场 让价格说事 那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这时候呢 满足人们的 买到平价猪肉 这是政府的责任 就逢年过节的时候 但除此以外的时间 政府对于这个猪肉价格 不应该做太多的这种干预 另外包括像这种保护性收购 其实也应该逐渐的减少 因为你的保护性收购 会仍然让养猪户心存侥幸 你说我多样了 没事 反正政府保底 因为你想想 粮食我们知道 它有战略价值和意义 猪肉没有那么多的战略价值的意义 粮食是有战略储存的 比如今年我们看得到的 像小麦 花生 玉米 这都是河南的主产粮区 水灾带来的影响 可能对我们这几个主粮 今年的下收和秋收 就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实际上 当市场这个粮价如果上涨过快 我们的储备量就要投放市场 但是猪肉的干预要适当的减少一些 其实在过去这些年 每当到关键时候 我们的政府的储备的这些猪肉 冷库里边是做动用 要么多收购 要么就是多投放 但是随着大型养猪户的逐渐的出现 集中养猪逐渐实现之后 这种这种调节应该变得越来越少 除了节假日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 谢谢我们的那个冯博宇和董金金 两位朋友的问题 接下来是这个蒋永志 他说美国的高通胀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是否会传导给世界 对中国有何影响 国内CPI超高3% 会不会使国内的货币宽松环境转向 非常好的问题 很专业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美国的通胀一定会向全球传导 而且已经在全球传导 因为原因是什么 美国的通胀是因为美元发行量太大 大家记得吗 这个就是说这个美联储的现任主席 在这个疫情来了之后 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底气的话 说美联储的货币发行不设上限 要多少印多少 我在得到的那个课里面也讲过一句话 当年就是美国一位特别有名的教授叫托兵 他说有什么事情比咱们家院子里 有一台印钞机更爽的事 这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它为了救自己的经济 对抗疫情带来的影响 它的货币发行是无限量的 确实这个供应量是天价 我今天没有把那个图找出来 你如果看那个我们说什么M1 M0 M2 你会看到美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存量 这个流动性是海量的 只要这个不缩减 那么通胀 无论是美国的包括全球的 它可能都没法缩减 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资产价格 原材料价格的重新估值 所以这个传导一定会这种出现 那么对中国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凡是那些需要进口的产品 你比如说原来我们的石油 包括什么芯片 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材料 只要要进口的产品 在这种通胀之下 它的价格就会上升 它的原材料价格上升 我们的中下游的这种成品价格 也会只会上升 所以它带来的整个就是一个 这个叫做全球的这种资产 生活成本的一个重新的这种固执 会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个也是一个现在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我在五六月份的六月份的时候 我请教过几位专家 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说 疫情不减除 美联储不会退出 所以意味着这个叫做 货币的这种供应不会减少 通胀会继续 所以这个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因果因素 就是关键看美联储是不是 缩减货币供应量加息 那么目前看起来 美国的失业率还挺严重 经济的复苏情况没有预想到那么强劲 而疫情还在反复 那么三季度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也不是太大 那么当然说这有没有什么坏好事 好事就是 美国股市还崩不了盘 因为钱太多了 没办法 所以大家看一下 今年我们说像苹果这样的一些优质股票 它的科技股 在继续稳定的往上走 因为包括它的疫苗的这些公司 继续在往上估值 当然中概股是另外一个逻辑 我们在这儿不多说 中概股不一样 那么对于国内货币宽松的环境来讲的话 使得中国要加息 要收紧货币供应 变得特别两难 什么叫两难呢 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经济榜率还是挺深的 而且中国买大量的美国的这种国债 那么美元这么海量供应的情况之下 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人民币加息会带来什么结果 刚才我们的图已经告诉我们 人民币会继续升值 中国的出口会更困难 所以我们不希望人民币快速的升值 但如果我们不加息 那就是这个输入性的通胀 会跟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成本的这种上升 包括我们自己的内部的这种购买力的下降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实在的 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个挠头的事情 这个原因 这种扭曲就是因为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它的货币是全球性货币 而这个局面呢 在短期内几乎无解 因为美元占了全世界贸易结算的60% 储备的70% 这两个关键指标没有什么变化 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 10%都不到 然后在储备会议中5%都不到 人民币在国际化这方面 跟美元完全不可同日而鱼 我们大概在国际化的程度方面 我们的重要性可能接近于日元 跟欧元也没法比 欧元全世界大概是60% 70%是美元 20%左右是欧元 10%左右是日元 然后那5%左右是人民币 然后其他货币是剩下的1%到2% 在这种局面之下 其实中国的这个金融环境 尤其货币方面的这种主动性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既要有战狼思维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经济主权 金融主权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 现实就是美联储的一举一动 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我们的价格 对我们的通胀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都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所以谢谢蒋永志的问题 春秋这个名字好 男士女士春秋 网上的问题是吗 他说价格既然是波动的 那么如何以最简洁快速的 确定价格的中枢 价格的扭曲能长时间存在吗 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 哪个更强 哇这个问题是一本书 对吧 基本上是这个就是 斯里格里斯的经济学 那本教科书 整个那一百万字 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后回答了别人 曼坤说人家回答了不行的 还得批他一顿 这个问题呢 说实在就是 我只能说一个基本的规则 就是说 价格的波动 它是有一个轴线的 无论是任何商品 还是服务 乃至于股票的价格 只要是在正常情况下 它永远有一条轴线 比如说如果大家炒股啊 有60日平均线 30日平均线 120日平均线 有年线 到了60日平均线的时候 基本上 那个平均线 大概就是本年内的价格中枢 高于那个60日平均线的 那就属于价格高估 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可以卖掉了 低于那个60日平均线的 大概已经被价格低估 如果公司基本面没有大变化 你可以买进了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价格中枢 所以我们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价值决定是什么呢 马克思的说法是叫做 它的使用价值和它的生育价值 但是呢 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非常简单 它说是 它的价值是有供求关系决定的 那么这句话呢 又复杂了 要说好远 所以就是说 什么来看这个价格的中枢呢 看供求关系 假如这种产品 它的供应是有上限的 比如说茅台酒 它的供应就是 它的产量是基本上不会轻易增加的 所以只要它 这个时候你就只需要看需求端 如果人们对这样的一种贵的奢侈的酒 仍然这种消费愿望 没有下降 它的价格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预知往上走 反过来 比如我们说我们日常的这些衣服 因为中国人就这么多 你天天换一叉衣服 你每年买的这个消费量是恒定的 基本是一个恒定的 所以呢 随着我们的这个 这种服装的生产 在不断地增加 那么服装的价格 肯定是往下走的 这就是供求关系的一种 这是最 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一种决定 但还有一个呢 就叫做就是成本倒算 说这个东西的 它的成本是多少 任何东西都有成本 要么是原材料成本 能源成本 要么是工人的时间成本 工资成本 乃至于它的损耗成本 还有其他厂房 这个算起来 应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让我们大的来说的话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房价 它有一个叫做 一个产品它的基本的波动周期 在周期里边的这样一个趋势 是它的中逐线 比如说我们说房价 房地产的周期 按照美国的逻辑是18到20年 所以18到20年的 平均房价的趋势走势 大概形成它的一个价格中枢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 我说2021到2022 可能美国的房价还会上涨 因为它还没有回到 2004年的这种水平 所以这个东西它很不一样 每个地方很不一样 扭曲的时间有多长呢 取决于影响它的关键因素 是不是发生了改变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中国的茅台酒 如果它的那个产量 长期就是不增加 又严打这个甲酒 那它的价格单边上涨的趋势 就不会改变 因为它的供应有限 需求在持续的增加 所以价格出了上涨 没有第二选择 而房价因素 我们刚才说了 它不一样 它有好多的动态因素 比如说年轻人的驱留 然后保障房的这种多少 那至于我们其他的 我们收入和这种贷款政策的变化 都可能带来价格的这种变化 所以价格它是市场经济的信号和表面 它也是最终市场经济的一切 市场经济的所有的最后的这些因素 最终都可以用价格来做最后的总结和评判 价格告诉你一切的信息 都包含在这里面 所以有型的时候 无型的时候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这个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叫做相对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 比如说餐馆 餐厅的价格基本上是真实的 因为没有谁可以垄断餐厅这个行业 那么在这时候呢 就是叫做无型的手市场 再决定 我们喜欢吃麻辣烫 北京的麻辣烫的价格可能就不错 开的麻辣烫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不喜欢吃比如说铁锅炖大鹅 那可能这个铁锅炖大鹅的这个价格就没那么好 对吧 这是一种供需的关系 那么有型的手市是什么呢 比如说水价 电价 我们的这个叫做手机 手机通信费 包括我们的这个汽车 出租车的这种价格 这些因素一旦它有管制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不起作用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记得五年前 在滴滴出现之前 在北京打车 你是要看出租车司机的脸色的 明明空使着 就不停 然后天下来说你去哪啊 我说我去北京去那个什么朝阳门 他说哎呀我正好要往东走 其实他就嫌你他近了 对吧 从德道到朝阳门一共就15块钱 你要是从说你要去这个什么北京西展 估计他乐在这就告诉你 没事我饭也不吃都拉你走 所以他这种的管制价格 政府很强 他管制住了价格 但他带来的是什么 供应和服务的不方便 这个价格有用吗 这价格是一个假的价格 你不得不跟他加钱 对吧 滴滴换了一种更合法的方式 你跟他打赏 打赏不就是涨价吗 这是用市场的方式在打破 有情的手对于价格的这种不当的这种管制 你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地铁啊公共汽车啊什么 有一段时间四毛钱 大家记得吗 中国什么时候需要用四毛钱来做公共汽车 这个价格管制 它就完全扭曲了这个东西 它最终造成的结果是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月的 我们的这个个人收入 有一部分可能要交税去补贴北京公交 其实你说我们占便宜了吗 没占便宜 所以价格的这个叫有形无形的手 我只能说 如果充分竞争的市场 无形的手说了算 在高度垄断的管制的市场 有形的手说了算 但它往往会扭曲价格 扭曲真实的供求关系 好 谢谢春秋 张平 张平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经济市场蓬勃发展 究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多些 还是顶层设计正确引导经济多一些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循环论证 永远就是都可以说 那我只能说呢 我们回到中国的现实历史进程来看的话 农村改革是自发的 确实是自下而上的 他们先迈出了第一步 签生死文书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来打破这个所谓的 就公社的这种叫做大锅饭 所以他们走出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认为上层这个顶层设计 及时地给予了肯定 而这肯定呢 它是基于农民的真实需求 和中国改革的大趋势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 如果跟现实的自下而上的这种需求相呼应的时候 改革就会出现最好的结果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改革就是说呢 底层的创新跟顶层设计之间要形成呼应 这种呼应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这样说加入WTO 是民众希望加入呢 还是这个上层的审视躲视 我要说的是中国很多关键的改革 来自于高层的 应该比较审慎和恰当的决策 我们刚才说小岗村的农村改革 包括价格改革 包括市场经济 深圳特区 然后呢这个94年的这个叫商业银行的改革 98年的房地产的改革 然后01年的这个叫电信改革 03年的银行体制的改革 还有94年的分税制改革 这些影响我们重大的这些改革 基本上来自于高层的设计 所以中国的这个叫做改革决策这些人 包括我们说的参谋部和这些 我们的几任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确实在恰当的时机 在他们的岗位上做出了 特别正确的影响深远的伟大的决策 所以就是说呢 我要说中国的改革顶层设计会多一些 或者顶层设计的认可 叫至关重要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组一题的 说在国家规范教育互联网等行业的背景下 国家政策是向硬科技实体经济倾斜吗 作为个人如何规划自己的方向 个人是时代的产物怎么看 当然 时代有互联网 就会出现这个就是王志东 大家可能有人已经不太记得了 会出现马云 会出现成为 当这个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 所以你看 布兴生 像这个很多的这种改革的 这个谋其中 可能大家都不太听说这些人的名字 都曾经是如日中天的中国改革的风云人物 布兴生是搞厂的承包制的 某其中是做国际贸易 用服装鞋帽到苏联去换飞机的人 这些人都不存在了 所以就是说肯定是 个人一定是时代的产物 个人无法创造历史 个人可以在历史的变化之中呢 获得你伟大的发展的机会 那么就是对于 接下来规范教育和互联网行业 是不是向硬科技实体经济转型 我认为是一定的 最近有几位分析师 写了非常好的报告这两天 就是说呢 他打击的是这种叫做 暴力和商业无所不在 其实我们上一个主题分享过 钱和商业是有边界的 举个例子 最近的教育的整顿 我也是 我的孩子刚刚完成高中的学习 在过去的12年里边呢 他或多或少 也参与了这样的这种 课外的补课 我也花了不少钱去支持他这种补课 那么作为家长我是不愿意的 但是呢 被时代裹挟 有时候能抗争 但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那么我要说的是说 这种补习 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北京要好一点 在外地 班主任 他马上下课之后 他就要去开他的课外补习班 所以呢 他迷失暗示孩子们 你们赶紧去报我的班 不报的话 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另外呢故意课堂上少讲课 留在课外补习的时候 作为一个核心的内容 那你说这种商业化的过程当中 教育还是它的本心吗 它已经变成一个完全 唯利是图的一个工具了 不要忘记了 中国的 我们不说高中 小学初中九年 国家是义务教育 国家在搞义务教育 免收学费 然后建设这个学校 老师各种补贴 然后这些老师们 就是让你们在课堂上少讲课 然后都去课外兼职 让这个什么什么某某资本 然后资本运作 然后最后到海外上市 谋取暴力 凭什么呀 社会公平何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我们就说 市场经济不可能是一切 然后资本和商业 也不能够无所不在 我们上一次的分享 我们就说了 体育应该被商业化吗 应该 但体育应该全面的产业化吗 不能 同样的问题 教育 我们下次可以讲这个问题 教育能够被商业化吗 应该 但是教育能需要就是说 全部把它产业化吗 不可以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 民心所向 教育均等化 教育逐渐回归它的公益化 但是说对于少部分人说 我就想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就想让我的孩子不一样 没问题 对吧 你选择私立学校 选择国际学校 选择出国读书 但那是少数人的 叫做个性化的选择 差异化服务 对于整个国家的政策指向来讲 它是解决80% 90%人的 共性的需求 这个共性需求就是 互联网不能够垄断一切 然后教育呢 不能够唯利是图 就这两条 在这两条之下 那我们再看这些 其实呢反过来 对这些教育机构 他们也有新的机会 比如说 前一阵我们就说 比如说你叫这个英语课的 为什么就要不断地变成一个 以考分为目标的 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能不能引导我们的年轻一代 面对全球的知识学习 做一点像得到这样的好的事情 我基于兴趣来学更多的知识 而不是因为我要考要更高的分 痛苦地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培训 刷题的培训 让恒水中学模式 变成了一个社会化产业化的模式 这当然是不对的 所以从这条路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接下来 如果你对于教育产业化 和互联网的这种数字化 特别感兴趣的人 确实可以多看一看 叫做这种硬科技和实体经济的机会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 基于常识和人性的一种 正常需求的新的机会 这里面不断地学习 可能是我们一个 提升自己发现机会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还有两个问题 我这加速 一个叫流浪在这里 这位朋友说的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变了吗 如果发生变化 需要注意哪些信号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 我回答完基本上可以当博导的问题 我整个这样来说 就是中国经济呢 它有些所谓的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是否变化 怎么来观察这东西呢 我们有几种思考维度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大课里边呢 有时候已经涉及到了 静态地看呢 我们叫三驾马车 就是所谓的消费 投资和进出口 然后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说呢 中国的这个消费呢 是稳步地上升 在过去这些年呢 已经是占了50%以上的贡献 然后投资呢 在多数年份呢 我们是20%到40%不等 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那么出口呢 很多时候是已经是负的 就是负增长 是拖累中国经济的 那么这两年呢 它逐渐变成正增长 所以大数字呢 我们说呢 就是541吧 就是大概消费50% 投资40% 然后出口呢 大概10%左右的这种贡献 那么我们从这几个数字 我们来看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消费会不会提供更大的贡献 其实这些像什么教育啊 互联网都在告诉我们 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大概50%左右 也就到头了 原因在于呢 像美国这样的一个 非常成熟的 发达国家的经济 它的消费占到60%到70% 中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制造业 我们的硬实力 实体经济 还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制造业 还有更大的机会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投资领域 还有很多的机会 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看起来很多了 但是呢 平均到中国的这个 就东部的6亿人 然后整个国家的14亿人 来看的话 我们的楼团管所 什么铁路公路 我们的机场 好多领域 我们还需要大规模的 加大这个投资 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的 基本面 我认为 如果说 没有变化的是叫做 消费和投资 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 关键因素 这个点不会有变化 那么出口的这个作用呢 会持一个稳定的态度 这是一种 第二个就是 一二三产业的模式 就农业 工业和这种服务业 我们过去 大家欢呼的 有一些经济学家说 中国的服务业 成了中国的第一推动力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 实体经济 无比重要的国家 我们过快的 脱石向虚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 巨大的陷阱 所以这一轮的调整 你会看到 像智能科技 智能制造 然后高新技术产业 包括一些 就是说日用品的 这种生产和升级设计 它会变得非常真实 所以我个人预计认为 叫做服务业的占比 不会进一步的鼓励 和大幅的上升 到50%左右 已经很好了 现在中国 差不多也是一个 541的模式 就是制造业 已经不到40% 30几 这个东西是不正常的 农业的占比 中国目前仍然还算比较高 10%左右 其实如果说 从更成熟的国家来讲 农业一般的占比 就在5%左右 所以我个人预计 未来大概也是一个 541的模式 农业10%左右 工业大概能够 恢复到40% 而服务业 不会超过50% 从这两个 几个角度来看的话 未来的增长潜力 在于投资驱动的 智能制造和高性科技产业 这个领域应该 非常的真实 对吧 比如说 跟我们的家庭 使用有关的 更智能的冰箱 更好用的扫地机器人 更好用的各种 包括一些什么 卫衣产品 除卫产品 哪怕这些日常的 这些桌衣板凳 这些东西 我认为它的升级 还是真实的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 要看到的信号 中国这方面的信号 中央的一些 重要的政策指向 究竟它在鼓励什么 在反对什么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和年底的 中央进行工作会议上面 都会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 最近和未来三五年 政府的主导方向是什么 那里面可以有些信号 然后另外 如果你看日常信号 就每个月 每个季度的 统计局的公布的数据 看一下 一二三产业的增长情况 看一下投资 消费和进出口的贡献情况 基本上呢 我觉得大的信号 你基本上能把握出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永军朋友 在中国确定了 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 大方向的前提下 您认为国有经济和国营经济 国有经济和国营经济之间的关系 如何界定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国有它指的是指所有权 国营呢 是指的是运营 那么所有权和运营权呢 有时候是可以有一定的这种分离的 举个例子 离我们不远的这个中国中信集团 它是国有企业 但是运营它的是中信集团的这些管理者 而拥有它的是中国的财政部 财政部是它最大的股东 所以它的国有体现在财政部是出资人 是它的所有者 财政部来监控和审核他们 但是它的运营日常要投哪个 不投哪个 财政部不管这事 是中信集团的董事会和它的管理的班子之间 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委托关系 这个在经济学当中非常经典的 所有者和运营者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 但是余敏红的这个新东方 他既是他最大的股东 也是他的运营者 所以他既是私人私有企业 他也是私营企业 他是二合一的 那么我们说美帝集团 拥有美帝集团的是和氏家族 对吧 跟我没亲戚关系 只是姓和 和享健家族 但是呢运营它的是方宏波这样管理团队 虽然他也是小股东 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 他是职业经理人 所以它们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和受托的这种关系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觉得叫做 就是拥有者 也就所有权是谁 这个很重要 但是运营者是谁呢 所有权是谁呢 决定了他要不要做这个行业 那么这个运营者是谁呢 决定了他的这个行业做的怎么样 所以一个是零和一 另外一个是一和一百 你说谁重要呢 我认为都挺重要的 短期呢 看运营 长期看所有 这是国有和这个国营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民营这边呢 这边可能现在未来会更 如果这里边这个问题延伸一下的话 我们觉得可以观察 我们说原来是要五六七八九 中国经济呢 民营经济的占的比重是绝对的 更大多数的 在就业方面呢 占的比重更大 那未来我们看到说 可能这样一个五六七八九的趋势呢 逐渐逐渐的 国有成分和国营成分 可能会适当的有所恢复 五六七八九可能变成四五六七八 甚至三四五六七 私营经济仍然很重要 私有企业也很多 但是呢 国有的成分会逐渐的有一定的恢复 但是绝不会倒过来 国有占绝对主导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短期内不会发生 所以这方面来讲 我们既要看到国有国营的区别 也不必对于 就是国有民营之间 有那么大的这种反差 短期内有所调节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因为民营企业有个最大的贡献 容纳就业 中国80%到90%的就业和新增就业 是民营企业私营经济解决的 而不是国有企业解决的 因为大部分的就业在市场 而不是在政府部门 好我这个问题大概就回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觉得不满意的 或者说还有进一步的 欢迎大家在知识城邦跟我留言 我尽我所能跟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有什么不对的 欢迎大家指出来 我也是一个学习者 我不是专家学者 也不是教授 再次的感谢我们得到的朋友 谢谢得到的团队 感谢各位 谢谢 好 非常感谢何刚老师刚才仔细地回答 每一个问题何刚老师都是尽他所能 给大家仔细地回答了 那刚才没有回答到的同学呢 也不要担心 也不要弃磊 因为我刚才看到有好多同学 在问关于经济周期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相关联的问题 这个是在我们宏观中圈里边 之后何刚老师会给大家通过 各种不同的书 给大家展开分析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之后的课程里会有详细的解答 而且也欢迎大家在知识城邦 或者是在课程的留言区 还有咱们这个何刚才经 何刚读书笔记 就是在咱们这个话题群里边 都可以分享出你的学习心得 还有你的疑问 今天的直播咱们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都想要改变 你在原地期待 还是行动起来 一个梦想启发更多梦想 一个改变 推动更多改变 教师任一平 我在得到高研院 我是连锁私教工作室创始人罗思杰 我在得到高研院 律师史文庭 我在得到高研院 非仪品牌传承人 梁如文 我在得到高研院 加入得到高研院 我是陈江 中国科学院 国家寿司中心 副研究员 加入得到高研院 我是王匹章 现代农贸市场 开发运营者 加入得到高研院 我是陈一军 智慧体育场馆投资人 加入得到高研院 我是黄东梅 珠海三百万市民的肉类供应商 餐饮品牌教练 张九丽 报道 民航机长 锻炼 报道 汉口学院副校长 王鹤 报道 器官捐线协调员 外科医生 刘永光 报道 我想要一个改变 从钢琴演奏家 成为品牌传承人 我想有一个改变 让更多的人 支持器官捐线事业 改变人生的角色 从法官到律师 穿越一个个未知的领域 改变前行的身份 从每天服务三十万人的 团餐经营者 到餐饮品牌教练 如果你对改变充满期待 如果你对学习 有永不知足的好奇心 加入我们 在这里 收获阿哈时刻 用好玩的音乐课堂 点亮学生的成长 在这里 收获多元思维模型 我把农贸市场 打造成为城市生活地标 在这里 从驾驭飞机 到管理团队 突破局限 在这里 从一名健身教练 成为连锁私教工作室的创始人 不断向前 来上学吧 拿下通往未来的门票 来上学吧 收获你的人生幕僚 来上学吧 每一位同学 每一位伙伴 都准备好了 来上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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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各行各业的人学习 把他们的经历 变成你的眼界 来迎接我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改变 得到高研院 欢迎你 得到高研院 具体 坚韧 好奇 开放 立即报名 来上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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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